我的政府会在国家的服务 我的政府的政策计划 会在任务上的 基础上的保障、正确和机会 的确实是我的政府的经济政策 每个选择都会在国家的策略 可以看到英国国王承尔斯森氏 与皇后卡密拉一同主持了 英国新一届国会的重头戏开议大典 在这场开议大典上遵照传统 在上下议院开议仪式前 要由长礼大臣接到指令后 举起白杖 示意在上院议事厅大门前 后面的黑杖礼仪官 可以传召下院议员 黑杖礼仪官用礼杖敲响大门后 才可以让议员们进入议事厅 那当然很受人注目的是 这是英国工党相隔14年再次执政 在新国会开议大典上 首相施凯尔与前首相苏纳克 两人肩并肩走进议事厅 都是满脸笑容 看起来互动不错 可以看到今年 查尔森三世国王 特别强调财政稳定 要提供大众公平机会 在这新议任会期 英国也打算要推动 超过35项的新方案 包含发展绿色经济 振兴地方发展 提振就业等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